大家好,知己前收到了好几个私信就是求助我耳狗耳满或者正耳炎的一个治疗方法 那么我呢,我虽然养这么多狗,我还真的没有得过正耳炎 按照我一贯的增值是我硬过了,我尝试过了 我才给大家推荐 那么今天呢,我给捋一捋我这某一个思路 看看大家,如果你认可的话,你认可我这个思路的话 你可以照着做一下,不认可的话那就没办法 我还是那句话,我只是分享一下这个思路啊 我没用过,也不建议轻易去尝试 什么是思路呢,就是中耳炎也好,耳满也好 首先他这是耳道的问题是吧 耳道的问题,他其实跟皮肤病是高度相似的 按照我的思路呢,就是两方面入手,内跟外 内咱们治疗,内就是打针或者吃药 打针用什么,吃药或者用什么 那个很简单,我们去搜索是吧 都知道,投包作为这个广埔抗菌消炎药 具有非常高的安全性 而且非常好的效果,我们就搜索投包 投包如果我们记错的话 现在投包是分为五代 你就去搜几代投包 对耳炎有效 搜索几代投包对耳炎有效 然后你就去买那个投包 是吧 个人家庆养呢,你可以买药片是吧 但是药片的一个使用量 是人类同等其重的三倍 同等其重的三倍啊 比如我吃两片 你狗的跟我一样重 那吃六片 吃我三分之一重也是吃两片 同等其重的三倍 这是内 外呢怎么办 外你可以用双氧水 食盐水 或者说是那硫磺造水 进行冲洗 这一步是很关键 内 是吧 他吃了 他从里边吸收了 血液循环过来了 慢慢的渗透治疗 这个外呢 你必须让他保持一个 干净 干燥清爽的一个 耳道的一个环境 是吧 所以说呢 如果严重 最好是每天冲洗两次 不严重一千一次 再不严重两千一次 就这么一个 我个人这么一个观点 内外治疗也花不了几个钱 是吧 我没用过 这是我第一次分享 我没用过的方法 我因为我没有给我得过耳满 我使兵格 是吧 这两年没去洗椰子 以前夏天天天再follow去洗椰子 我也没见他耳朵得过什么耳满 是吧 那么你就 我这个思路 我这个方法 可以说是人畜无害 无伤大雅 花不了几个钱 我按照我的一个思路 来分享这么一个方法 谨慎 谨慎参考 酌情使用 还是那句话 不建议 好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我们就会说是人畜无疑的 可以说是人畜无疑的 我们都会发生的 我们都会发生的 丝无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